詞曲 李宗盛 好 謝謝大家 其實我那時候投稿的時候 就是一直衝動 我今天其實是第一次參加 OpenSource的社群 當然我用的時間還不算短 但是我一直沒有參加這樣子的團體 我覺得很感恩 有機會可以參加 我最近下載了Liberal Office 4.1 跟OpenOffice 4.0 可是我Liberal Office 好像最近兩三年都用Liberal Office 好像比較習慣 所以剛剛前衛演講的人 幫我們介紹很多新的功能 我就覺得很感謝他 回去應該好好試一下 我今天才從彰化來 這是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在彰化 然後今天坐高鐵 從彰化又過完 我就覺得我們好像鄉下冷靜到大都市裡面 那這是彰化裡面 我的故鄉 我的故鄉是方怨鄉 方怨村 我們方怨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現在台灣要看到牛车 不太容易 我們村子還有 但是已經不多了 但是還有 有空歡迎你到我們村子來 我們鄉下人 這是我們教會 其實不好意思 我那個title其實是當初寫在部落格裡面的文章的title 其實跟信仰沒有太大關係 這只是一個小團體 當初怎麼突然間會變成用OpenOffice的系統 我這個教會有一百多年 不過這個建築物大概只有五十年 中間曾經颱風吹倒過 有重新再蓋過 我自己是2004年加入我們教會 我加入之後經過一個牧師 兩個牧師 有三個傳道人 跟他們有點關係 所以我把他們名字先列出來 我加入這個教會之後 後來發生一件事情 教會裡面不好意思 所以需要稍微介紹一下 教會每個禮拜天都有做禮拜 這禮拜的時候 像還好我今天報告時間是在禮拜六 如果還在禮拜天 我就要想一下 還要跟教會請假來 這是我們教會那一步 像我們教會都差不多早上十點去做禮拜 做禮拜的時候 通常會拿到一張周報 我們稱它叫周報 其實周報裡面對各位去參加一個禮拜通常 就是程序單 當然裡面會提到說 每段時間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要做什麼 然後會提到那個報告的事項 為什麼特別要講這件事 因為跟它有關 然後這個是我們當初 看起來不太清楚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簡報 我借 我借 我的那個 那個電腦 所以我的 我的簡報是用 Libra Ovis 做的 但是它電腦裡面沒有Libra Ovis 所以我轉成PDF檔 所以轉PDF檔 之後那個 解析度差很多 還這是當初 當初的 周報的樣子 我只要看樣子而已 也不需要看內容 所以 當我加入這個教會之後 後來大約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們原來牧師就說他要換教會 他就離開我們教會了 牧師離開 原來我們教會的周報 其實我們那個牧師 我們一百多年的教會 大家一直到 而且我們又想想 其實在教會裡面 用電腦中 很多 當初那個周報 早期大約都是請打四韓打 或者有時候用手刑 我們那個林牧師 他那個時候 他就有買電腦 然後教會的電腦 然後他周報就用電腦來打 當初的這些事情 顯然都是牧師在做 結果牧師離開了 這些事情就 其他比較合心的人來做 那時候有一個長老 年紀大我兩三歲的長老 然後他就來做 結果他做的時候就發現一件事情 他發現說 當初牧師這份文件 其實是用Excel做的 其實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為什麼周報就用Excel來做 然後我曾經在一個報道裡面 在基督教報紙裡面 真的看到有人在鼓吹 用Excel來做那個周報 有很多 他說真的用Excel來排版 他認為有很多好處 然後當然有一些數字 也許要加總 可能會比較方便 那可是 可是後來牧師走了之後 不然其他人來做 就發現不太習慣 他就發現不太習慣 所以我們那個長老 有一天就會跟我說 因為我是學電腦 然後我塗的也是電腦 教的也是電腦 所以他就問我說 他現在是做得不太習慣 他問我說能不能重新做一份 然後我就回答他說 好那我試著用OpenOffice 來做一份看看 所以我就把它做好 這個大概是我們做的 用OpenOffice做的第一份 其實我其實把這個弄出來 其實看說我盡可能跟他做的幾乎完全一樣 外表上幾乎完全一樣 看不太出來有什麼改變 那對我們那個負責的人來說 其實因為他也是要重新習慣 所以他那個時候 反正用OpenOffice來說 反正只要軟體灌得好 對他來說第一步反而不太困難 因為雖然一般人來說 對一般人來說 都是習慣用微軟的Office 但是因為他現在實在是不太習慣 所以就是說他對原來的做法 實在是不太習慣 所以同樣是新的東西 這個時候介紹他使用OpenOffice 他反而沒有排斥了 所以就這樣我們大約從 從2005年11月13號 因為我們教會的那個網站 也是我在弄 所以這些東西都有收集起來 我們大概從2005年11月13號 開始我們教會的周報 就全部用OpenOffice做 就改用OpenOffice來做 然後那時候後來我們教會 有一些通訊錄 反正我做的 只要是我做的 跟教會有關的文件 我全部都改成 用OpenOffice來做 所以後進入 我就真的用試鑽錶來做 感覺像那個好像比較方便 但是後來 我就這樣一直運作下去 大概半年之後 我們新的傳導人來 新的傳導人是一個女傳導 在教會裡面最主要的那個Leader 最主要人物還是牧師跟傳導 所以傳導來之後 這是我們教會 一百多年來的一個女傳導 來了之後 我們就跟她說 我們目前的運作狀況 目前用的軟體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跟她介紹 她也試著來習慣 但是我想每個人 那個能夠習慣的程度不太一樣 後來就很清楚發現這個 這個傳導其實她 她真的不太喜歡OpenOffice 她真的不太喜歡OpenOffice 所以後來曾經有一次 大概是2008年10月上面有寫 2008年10月後突然間發現 傳導她自己在用word 又做了一份周報 她用word做了一份周報 這個是她後來做的 其實剛開始完不太注意 後來是有其他的人在說 你們周報格是改的有沒有討論過 我也沒有想過說 周報格是改的還要討論 所以後來就提出來討論 後來就提出來討論 後來其實大家 其實這不是我的反彈 這是其他人 因為大家看得很習慣原來的做法 很原來那個版面 那突然間改的 其實反彈的人不少 所以後來還是再改回來 還是再改回來 之後又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叫會買電腦 還叫會買電腦 我那時候2007年年底 買了一台電腦 Vista 那個電腦裡面沒有附 微軟的office 這時候就出現一個問題 要不要灌微軟的office 早期的電腦其實有灌 雖然我們改office 但是微軟office還在裡面 這時候到底要不要灌微軟的office 後來2008年的時候 我們真的就討論了 那時候其實 其實就討論了 那討論的時候 我大概就堅持一個原則 我就只堅持一個原則 不灌盜版 因為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其實你在比較軟體的好壞的時候 你如果沒有把成本跟價格考慮進去 我覺得那個比較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就是堅持不灌盜版 所以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 繼續用office 第二個 買 買微軟的office 其實那時候討論 大家講很久後來 後來其實已經決定要買微軟的office 後來碰到一個問題 那個時間點的問題 後來那個問題是 我們那個時候要買的office 是要2007嗎 2008你要再買微軟2003 office2003 其實恐怕買不到 後來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要買微軟office2007呢 大家聽到2007 就倒退了 覺得2007不要用 其實微軟2007的那個介面 跟2003真的差非常多 要去習慣2007 倒不如用2003 不過說真的 我那時候沒有故意隱藏資訊 也沒有故意騙他們 我的意思是說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微軟200 就是說它的office 其實有一個套件 可以裝進去 可以把2003的選單再抓回來 其實我那時候不知道 我沒有提供這種資訊 我只跟他們說 那要買2007嘛 所以聽到2007 大家才覺得 不然還是再用看看 所以那次才沒有再改回來 才沒有再改回來 不過我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那個時候是 那個時間點 改用office可能是好機會 因為其實從2003 到2007 我覺得那個不習慣 還真的非常大 我2007從來沒有習慣過 現在已經關了2010跟2013了 其實我已經很少用了 但是因為有時候 學校有很多公文的問題 好然後 再之後 我們大概2009年 我們教會 又買了一台筆記型電腦 應該不是這一台 不過是阿蘇斯的 沒錯 然後裝那個單槍 所以我們後來在做禮拜的程序當中 我們每次像這樣子 就把所有的資料放在 放在簡報裡面 所以我說那個 周報裡面有一些程序 但是周報裡面 就是我們禮拜用的那些資料 全部都放簡報裡面 唱的歌啊 然後要讀的 要讀的那個 神經內容 全部都放裡面了 其實我 我其實 自己不是那麼強勢的人 他們剛開始做的時候 也都是用PowerPoint的做 都是用PowerPoint的做 但是 跟剛剛的問題一樣 這台新電腦裡面 其實微軟的office 有一套試用版 兩個月 之後我沒有把它刪掉 但是兩個月之後 它只能讀不能改 對不對 只能讀而已 當然讀也沒關係啦 因為簡報檔 如果是PowerPoint的 它至少還可以播放 反正讀而已 所以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 有時候需要改啊 有時候也需要改 所以有時候也會發現 有時候還是需要開open office 所以後來 反正我把 其實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教會自己做的 這個網路上人家已經做好了 這個是我們需要用到的 是個 有些人家已經做 我們教會其實是台語教會 其實是台語教會 所以 它那個文字很多都是台語 用到台語 還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把那些 本來那些 這些資料 其實都是PowerPoint的檔案 反正我就把它連存成 反正它其實全部都圖片 我就把它連存成 ODP檔 然後我能夠用的 我能夠用的 我不會講那麼久的關係 我能夠用的那個 能夠改的所有的資料 我全部都把它換成 那個open office的 就是ODF的格式 所以後來大概到2011年左右 我就發現我們教會在做這份報告的時候 在做這份簡報的時候 它也改成用LibraOffice 然後因為那幾年open office 感覺好像有點 很不好意思 剛被那個 剛被Oracle 是不是 剛被Oracle買走的時候 感覺有點 有點亂 這幾年又變好了 所以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 到目前為止 我就覺得我們 我們教會改成open office 表面下 或者就是說 對外接觸上 大約算成功 但是我覺得 好像只有成功一半 成功那一半 就是我們的主要的文件 我們的主要的文件 大概都改成open office的格式 就是open document的資料格式 沒有錯 而且目前運作還算順利 我們2009年之後 又來一位新的女傳道 其實那女傳道 她是那個 台大哲學系畢業 她在做的時候 就沒有出現什麼大的問題 也不會特別想要再回去 用微軟的office 但是有時候 在用open office這邊 有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遇到問題 但是 我就跟他們說 反正你們用到open office 遇到什麼問題 都可以來問我 但是我就好像還沒有生根 因為有時候我就發現 我跟我們會友之間 彼此在傳資料的時候 彼此在傳資料的時候 大家好像還是奇怪 用microsoft的office 而且有時候放在網站上的資料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分享到 Facebook上的檔案 還是會有其他會友 會說 用open office的格式 還是會有人會說 好像打不開 那 方便我們鄉下人了 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是鄉下人 我小時候我們的小學 每班有 每一個年級有三班 一班大約四十個人 大概二十年前 每個年級剩下一半 一半剩下二十個人 我們村子 很多人都跑來台北 很多人都跑來台北 所以這個是我的擔心 我的擔心 我就在想說 如果哪天 離開這個教會 換到其他教會 不知道 他還會再用多久 那我會覺得我們教會 能夠改變得成功 他主要的因素 幾個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那個切入點 我覺得那個切入點 真的很重要 你找出 你找出這個團體 他的需要 當然 對我們教會 好像剛好就是他 他自己 他有需要 而且主動告訴我 而且主動告訴我 所以原來負責人 離開的時候 其實也許是一個好的切入點 另外一個就是 2007 我覺得2007是給其他人一點機會 第二個 第二個 我說任何的事 就是 我覺得 我事後再回想 就覺得 其實我們那個 大豬富姐的講 讓他願意配合 那個是很大的關鍵 只要他稍微說不願意 其實大家就轉不過了 大概就轉不過了 不好意思 第三個 後面這部分 講的是我自己 還講的是我自己 好 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大概就真的 跟教會的人承諾 反正你們使用下 有問題都可以來問我 我一定想辦法幫你們解決 其實我也沒有很熟 我自己大概 我在2065年之前 大概只用過 大概從那個 Opano Office 1.1.3版才開始用 在那之前 稍微試用一下 那時候好像感覺 程式不是很穩定 好像大概1.1.3版 之後才開始用 那個2065年那時候 好像感覺就好像還蠻前面 好像1.2還是什麼時候 有點忘記了 不好意思 那個總覺得那時候 大概我只用一兩年了 但是不能不跟他們承諾 第三個就是那個 我們鄉下地方 跟都市可能真的不太 那個年代 大概已經七八年前 那時候我把 我會覺得我把那個 教會資料放到網站上 其實我們教會的人 看的也許不算很多 當然現在越來越多了 現在越來越多了 我會覺得 其實鄉下人很重人請問 你就要跟他們有好的關係 他們反彈不會太大了 當然我放在網站上的資料 有 有Open Document的檔案 也有PDF的檔案 我還是要把它轉成PDF 好 我們在使用上 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 第一個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 有其他的人來講到的時候 有時候像我現在要演講 或者人家在演講的時候 他會做簡報 一般人大部分都還是用PowerPoint的檔案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要看狀況 有些人像我今天的簡報 其實我的格式很簡單 其實我用Open Office來開 大約 如果我的是PowerPoint 然後用Open Office來開 大約不會出問題 像這種格式大約不會出問題 但是有一些 我發現有一些演講的人 他那個簡報做得非常好 他那個金字塔形 一格一格動畫一格一格上去 我曾經開過 怎樣都不行 真的怎樣都不行 後來 後來還是感謝微軟一下 他好像從那個Windows 7之後 反正他後來 後來是讓他PowerPoint的有Viewer 不管你有沒有試用版 他的Viewer 那個應該都可以百分之百正確的播放 Viewer一樣只能播放而已 我覺得如果我們用Windows的 當然還是要做一下他的Viewer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這個也是場景 也是外部的問題 就是 終究大家 大部分都還是 用Microsoft Office的人比較多 所以有一些開發的計畫 他們大部分都只靠 Ring Microsoft的格式 我這裡舉的例子 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家會在做那個會計的時候 他用的是展覽會的那個會計系統 那他展覽會會計系統 匯出報告的時候 他到最後匯出整個月份的那個統計表的時候 他是只匯出Excel的檔案 那個還直接當報告用嗎 我也曾經用OpenOffice去開過 雖然 也許我現在可以再試一次 看能不能 那個格式上的東西非常好 可是 我覺得很難 特別表格很複雜的時候 那個要完全相同 真的非常難 我想 Microsoft的那個免費的版本 有Excel跟Word 雖然功能很少 但是我想 反正我只是需要把它印出來 只是需要 也許稍微有一點點錯誤 稍微修改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他免費版本 還是可以用的 好 那 最近兩三年碰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有時候OpenOffice跟DeperOffice 不太穩定 特別新版 新版沒有很穩定 那 分析比較嚴重的 好像是這一邊 DeperOffice 好像不穩定的狀況比較多 我自己幾乎都用最新的 因為 我只要看到新版出來 我一定都關心的 我一定都關心 因為常常聽到那個 新版有很多 很多修改 很多bug可以抓到 可是有時候好像 用 換了新版之後 加會的人用了之後 就發現 有問題 就發現有問題 所以 最近會比較 比較 比較 節制一點 也許過了一兩版之後 才換新版 才換新版 好 最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發現這兩個 好像 格式不完全相容 所謂 好像有講 剛剛那個 剛剛前往演講 有提到那個 那個 項目 或者是那個 第一項 第二項 那個數字 有時候好像 因為 我們知道其實最近 有用那個Drambox 其實我們人有時候 分散在很多地方 有一些人先做 周報 就是那個 簡報檔先做一部分 之後再分享到 給牧師 牧師到 禮拜之前 把一些其他東西 再把它修改好 前面做的人 是用LibreOffice做 後面做的人 是用OpenOffice做 就發現 有時候那個 格式不完全相容 所以 我覺得 然後用文教育來說 最近可能會固定 用OpenOffice 我目前 發現OpenOffice 3.4.1 比較晚 4.0 因為中文版 沒有錯 不好意思 其實我自己也是一樣 好像英文版 還是不太習慣 我本來掛了 後來發現不行 因為我恐怕是不習慣 所以 不好意思 還是要等你中文版 趕快出來 好 另外 跟Microsoft Office 我想 這個大家還是會有很大的考量 因為 終究 雖然這個是免費的 如果相容性不太好 大家還是會有一點遲疑 以後 換不換的出去 我能不能 就是說 也 就是說 剛剛說 像PowerPoint 雖然有Vivo可以用 但是有時候需要修改 修改完之後 能不能再 讓別人用PowerPoint 繼續改 我想大家會有很大的 會非常看重相容的部分 所以我剛剛聽到說 相容性改新很多 其實我還蠻高興的 很想回去好好試一下 第六個 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教會遇到的 這個只是在講 因為有時候去聽2013 有人會提到 Microsoft的2013 好像功能改新很多 當然他們的廣告 但是改新比較多的 也許是那個網路的部分 就是可以直接存取網路 網路的部分 也許會方便很多 但是其他介面 他人認為改新很多 但是我要說的是 也許那個 存取網路端的那個功能 或許需要再好好想 就是說 也許OpenOffice這邊 也可以再更注重這個部分 第七點是另外一個 不好意思 我這邊順便提出來了 因為我們過去說 我們是台語教會 那現在台語的聖經 現在有台語聖經的漢字版 但是就發現 它裡面有很多文字 Bit5當然沒有 UTF8也沒有 所以我們後來用UTF16LE 它有一些文字 是在UTF16LE裡面 可以出現 當然大約還有十個文字左右 我自己有試過 當然還有十個文字 甚至連UTF16LE都沒有出現 所以還在想 那我就說 其實我以前想過 把連作業系統都換成Linux 但是後來發現 Linux裡面 我不知道怎麼讓它 UTF16LE讓它正確顯現 所以這個 我自己要 我自己要處理 當然如果各位 如果有知道 歡迎會 可以提供一些解答給我 OK 好 那我特別要感謝的 這個是我特別要感謝 我覺得就是我跟教會的人 承諾說 有問題都可以來問我 但是 我要去哪裡找答案 這個是大概我自己找答案的幾個 幾個方式 第一個當然我自己試 第二個我去圖書館找一些 Operoffice的書 下面這個 其實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 Operoffice補給站 給我很大的幫助 還有因為下面有一些人 不知道有沒有來過 還有下面有些人 真的回答我一些重要的問題 讓我可以解決 然後第四個 Operoffice補給老師 特別是他 那時候看到 他有做一些線上教學 就是畫面上的線上教學 我發現 其實他做的教學 可能比書上寫得更好 而且有一些功能 他真的有幫我解答 有一些功能 他真的有幫我解答 所以我是真的很感謝他們 最後我今天看到 今天來參加這個 這個研討會的訊息 其實是從這邊看到的 不好意思 那就是 是你們介紹 我再想說 我去投稿試看看 所以謝謝 讓我有這個機會 好 那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聆聽 記得歡迎大家 如果有到我們鄉下 也可以當我們教會來 我們教會真的非常 有人請問 跟大都市比起來 真的非常有人請問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師父 大家很精彩 欸 有什麼問題嗎 對 有其他人要提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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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叫晚進來 所以我想問 當初為什麼 要導入OpenOffice 是因為要降低那個措選費用嗎 還是什麼 親機這樣 沒有 那只是一個巧合 然後 我就說是我們 原來的牧師離開 然後我們在做文件的時候 發現原來牧師 做文件的方式是用Excel做 然後 後來的人不太習慣 他就問我說 能不能重新設計一份 我才藉那個機會 把它換成OpenOffice 所以 我就想說 那個 最難的第一步 好像很容易就跨過 不過後面還是需要面對後面的問題 謝謝 還有誰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 如果沒有 我接一點時間 第一個是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找不到 OpenOpenOffice版本來簡報 因為我電腦上有 雖然是4.0 不是4.1 但是我想 對啊 剛才我 就是我沒有事情過 不然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我電腦 好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是 我也有點比較好奇 是說 你們教 就是教會剛開 方願教會剛開始 一開始用的時候 是幾版 第幾版 OpenOffice 是1點多嗎 還是2點多 還是3點多 1點多 那真的很早的時候 本來本來大家都在嗎 然後 第三個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你們真的做得 就是 莊恩教會 你們這樣 您是牧師 還是 副教 那初開始的學校 接一期說服 這樣會有 我都會有 我覺得你們這樣真的做得很棒 因為即使是我自己 我都沒有辦法說服 我們所上用口 我自己超丟臉的 然後 雖然我做了很多努力嘗試 但是還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可以看到 你們做到這樣子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然後 對 至於編碼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 等一下就是 跟我討論一下 那我看看說有沒有辦法 稍微比較更深一點了解這個問題 所以說不定可以一起努力看看 可以怎麼做 對 那還有就是說 你這個簡報 你會分享出來嗎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啊 什麼 對啊 對啊 我想說可以的話 就是這個簡報分享下來 我覺得是很棒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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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人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再給Sin一個掌聲 謝謝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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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